许书豪12月将举办新歌演唱会 喊话要粉丝多多捧场 上行娱乐提供 记者杨新汉台北报道 许书豪12月9日将在河岸留言举办新歌演唱会 他的心路颇为坎坷 有次在小河岸开唱 爸妈专程到场立亭 全场进只有两个人 让他觉得糗到爆 希望这次演唱会能挟持 定着交大研究所的学历闯歌坛 许书豪曾遭国际唱片公司解约 后改当街头艺人追寻表演机会 他加盟新东家如愿推出新专辑 好公司加码帮他办演唱会 许书豪说 现在很多演唱会动辄600元起跳 买我的专辑300多元就可以进场 相对CP值很高 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谈起当年只有两位观众的惨烈经历 许书豪笑说阴影不大 因为他个性健忘 时常望东望西 更为此写了新歌 惊于脑 他有次在脸书直播唱歌 却连革命都记不得 惨被粉丝亏翻 期待 年轻人 平安 感谢观看